作为国产插电混动阵营的一款实力选手 瑞虎8PLUS 昆蓬一家 以三档DHT的技术杀入市场 但引起的波澜似乎并不大 对直接对手 比亚迪宋PLUS DMI 似乎也没有形成潜用力的冲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开过了两款车之后 我想聊聊宋PLUS DMI 在哪些方面 比瑞虎8PLUS 昆蓬一家做得更好 为了方便 以下我就简称为宋和虎8 首先宋做的好的一点是更节油 在电量冲的情况下 在H1V模式下 它的表显油耗仅有一两升 电耗大概百公里十一度的样子 而且比亚迪是引入了等效油耗的概念 将电量也折算成油耗 H1V模式下等效油耗在五升左右 而且溃电状态下 宋的官方油耗在4.5 4.4的样子 跟实际也很接近 而虎8在电量充足情况下 H1V模式下油耗也是一两升 但电耗大概在15度的样子 此外在溃电模式下 它的油耗大约在6升 比宋高了一升多 所以虎8的能耗是比宋要高 另外一方面 虎8的动力比宋要好 像宋的两驱顶配接近1.8吨 开起来比较发沉 只是在中低速下 因为145千瓦的电机发力 只能说足够的轻快 加速感受也谈不上很凌厉 而且我实际驾驶中发现 你全力踩下油门后 至少要到50公里的时速后 发动机才逐渐的开始介入 所以多数时候这台车开起来 很像一台纯电动车 而虎8就不一样了 虎8在30公里的时速 发动机就开始介入 有时候你爬个坡 速度还没多快 发动机也会介入 这套三档DHT里 发动机介入的非常积极 结果就是动力很爽很凝利 0.67秒 比宋快了一两秒 但油耗确实比宋要高一些 一个动力好点 油耗高点 一个动力弱点 但也不算很弱 油耗却更低 从日常家用的角度 大部分人都会选后者 毕竟节油才是刚需 而且DMI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高速路 或者是高原地区 日常城市驾驶 动力不足的问题并不突出 此外虎8卖过宋的原因 还有配置和功能是不如宋的 宋的110公里版本 有快充 虎8没有 差不多的价格 宋的配置比虎8高 例如175800的宋两区顶配 和虎8的1718的顶配相比 宋在配置上 多出了前排作与通风 手机无线充 全速ACC 行车记录仪 等等主要配置 这些东西 至少值得一两万块钱吧 还有一点 虎8的车机系统 识别不太精准 而且反应略慢 不如宋的车机 那么零零好用 不过 如果从动力和操控的角度来说 虎8还是比宋略胜一筹 宋给我的感觉 就是走的舒适取向 底盘很软 转向响应略慢 推背感也算不上犀利 实际它只有4705毫米车长 比虎8还短点 但开起来就像一台大车 虎8的动力要更犀利 底盘要更轻快 硬朗一些 路感更强 转向的响应也要更紧凑敏捷 尺寸更大 但开起来反而更灵活 反而更像一台紧凑SUV 从老百姓的使用角度来说 对动力和操控 其实不是刚需 对外观 配置 空间 油耗才是刚需 在这些方面 宋要做的更全面 更好 虎8如果能在未来 把电机功率做得更高一些 让油耗更低 把电机系统的效率 再提升一些 让电耗更低 把电混系统的成本 再降低一些 让相同价格下 配置更丰富 哪怕用一台1.5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 把燃油机的热效率 再提升一些 把节油的优势 做得更极致 那么我想那时候 才会真正成为宋的对手 毕竟在这个高油价的时代 你零百提速 快个一两秒钟 不如油耗低个一两声 来得更实在 请不吝点赞